第11题 一而进行电解水实验如幼图 烧杯中加入少量氢氧化钠 一段时间后 有关于此实验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看到甲这里是正极 正极呢要产生的是氧 那么负极 乙是负极 负极产生的是氢气 那么氧有助燃性 氢气点燃的时候会有暴鸣声 所以选项A是错的 甲氏管应该是氧气 它应该是有助燃性 那么我们知道上课老师教过 我们这里放入氢氧化钠帮助导电 但是也可以加硫酸 也可以加硝酸 但是不可以加盐酸 所以加入硫酸的实验结果是相同的 所以选项B也是错的 我们晓得我们在电解的时候 要采取直流电 而家庭电源是交流电 不能拿来电解我们的水 否则我们就会得到两管 完全一样的氢气跟氧气的混合物 得不到我们的实验的结果 所以选项C也是错的 我们知道电解水的结果 我们的氢气比氧气的体积比是2比1 也就是1比甲 2比1 甲比乙是1比2 所以选项珠是对的 因此第11题问我们说 有关于此实验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珠 加一两点 连接的氏管中的气体的体积比为1比2 对的 好